Pancake Pancake也行 就是說我現在如果是 同樣煮這同一道菜的話 我要省時間這樣抹一抹 我就可以吃 你看 它的導致非常非常的快 然後你看 只要幾秒 它已經開始 底部已經開始慢慢的熟了 而且要慢慢的擴散 真的不沾鍋耶 輕輕的吹一吹就可以了 好 用嘴巴吹一吹都洗 好厲害耶 所以你不用擔心 好 可以 好的 所以說我們在嘉評寺也可以表演一下 是 表演一下 這個剛才這樣吹一吹就可以吹過去了 對 那當然我們說它裡面是不沾鍋 其實外面一樣也是非常容易清理的 是的 我們這個裡外不沾鍋 我們通常最擔心就是說 鍋子用了一陣時間過後 它就會開始變黑黑燒焦這樣子 完全的不沾 看到嗎 完全的不沾 可以吧 這些米糖 哇 醬汁啊 倒下去 是的 要輕輕的水 你看 水這樣倒下去 哇 是的 水倒下去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是 紙巾 麻麻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清理的工作了 是的 就完全乾淨了 清洗非常容易 真的 省下了好多的時間耶 是 好 那緊接著我們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這個是炒飯 你看 炒飯完全不需要太多油 你看 通常我們家裡炒飯嘛 我們就放很多油 因為我們擔心飯會黏鍋 然後你看這完全不會 而且導熱非常快 你看 飯它會一粒一粒的跳 這樣子更健康耶 不用這麼多油 你看它瘦熱了過後呢 是的 我們現在是剛剛這個爐灶的火乾開始 對 就看到它這個 滋滋生了 對 很好玩耶 我覺得烹煮是一件 是不是 我跟你講 只要你用對廚具呢 烹飪其實是不難的 是很想做的 你吃看看 會不會油膩的 來 小玉 又有口婆了 試試專家 試一下我們這個ZUKA 大力食不沾鍋 套足 煮出來的東西 好香耶 而且好好吃耶 不用太多的油 可是帶出來的香味呢 是加倍的 我跟你說我自己本身 最怕炒飯 平時我們那些炒飯都非常的油 就是 感覺說好像 吃油多過吃飯 吃那個料 而且你看這個鍋 小心啊 你看 是 今天讓它有一點點的 對 好熱 來 我們輕輕的 所以我們這個是它這個耐瓜 哇 很有那個木 是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哇 你看 我們不用擔心說它會刮花這個 而且我們有了這個 我們的尼龍蟬 對 因為我們的這個套足是耐瓜的 哇 你看它預熱非常快 現在的顏色一下 它就轉變了另外一個顏色 已經是 好像已經可以吃了 對 而且你看剛才我完全沒有放掉太多油 對 然後你看 原汁鹽味都出來了 原汁鹽味 可以保留那個食物的營養 鎖住那個營養在裡面 這好像一分鐘都還不到 對 一分鐘都還不到 就好了 哇 好快喔 是啊 所以自己在家也可以煮一個海鮮大餐 對 而且最誇張是剛才你那個薑絲 薑絲 對 而且完全沒有燒焦喔 你看 幾乎都不用時間爆香 不用爆香喔 你看 對 而且味道就出來了 上桌了 幾乎是可以同步上這個 放進這個爐裡面 真的 才這樣子喔 炒一炒然後就可以上桌了 很開心耶 哇 好快喔 而且好香 而且你看它的水分全都出來了 而且你看它的水分全都出來了 CM的鍋 平底鍋 小煎鍋 這個是贈品喔 FREE GIVE喔 這個 對 這個FREE GIVE呢 同樣的我們這個底部呢 是有這個 不沾鍋的 對 就是這個 不挑爐灶的這個設計的 對 無論你是什麼爐灶啦 就是電子爐也可以用 電子爐啦 電子爐啦 什麼都可以的 OK 現在我們做呢 就是OMELAND OMELAND OMELAND 這是很烤鍋的 很棒的早餐 對 因為OMELAND 其實要講合格的OMELAND 是外邊是 而且你看 完全不沾鍋 對 合格的OMELAND 是外邊呢 是乾的 裡面是濕的 對 而且你看呢 我放一點點的起司 然後你吃的時候呢 哇 好多起司 哇 因為它容易移著 很開心耶 是 哇 OK 因為OMELAND 像我說它其實是非常烤功夫 看似很簡單 這樣烤功夫的一道菜 就是要把它給包裹好嗎 對… 這裡面是要有一點點濕潤的 它才算是合格的 你看 它一下子就熟了 對 如果是煎到整個是乾乾的 其實不算是合格的 而且你看它完全不會黏鍋 完全不沾鍋 如果你用你家的鍋的話 一下子就會沾鍋 很棒耶 而且它的那個導熱快 導熱非常快 現在如果是要用這個鍋 來做Scrramble A 應該更容易 對 一下子都不用10秒 對 應該10秒 對 不用10秒就可以 上班就燒焦了 哇 我愛上了這個小煎鍋了 20cm的 對 這個再次是我們的Free Give 包括這隻尼龍鏟 對 送給你的 尼龍鏟 跟我們這個20cm的小煎鍋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Free Give 接下來要示範給大家看的 好 已經給雙桌了 哇 你看那個Cheese嗎 好濃郁耶 是 來 逸出來了 試著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哇 你看到嗎 哇 哇 這個可以試看看這個 這個輪到我吃一下吧 這個是食者可以吃 小心燙喔 OK 哇 對不對 是不是很濃郁很美味呢 真的好吃 所以說你在家也可以準備 一個很棒的一個早餐 好吃